臺大經濟系學生會 政府會長選舉 其中一組候選人的政見 涉及了族群和性別歧視 引發了討論 臺大經濟系昨天是第一時間 已經通報臺大信評會 後續會依據調查結果來處理 如果信評會調查屬實 懲處最重的話 是勒令退學 臺大經濟系學生會的臉書中 關於政府會長選舉的政見中 有一組候選人出現 像是女生上圍基本課程 強制穿高中制服上課 或是原住民建議入學名額 減少等的政見 由於涉及種族及性別歧視 引發討論 對此 臺大經濟系二十一號 第一時間通報信評會 後續將依據調查結果處理 歧視性言論不能被容忍 這個傷害是真實 是不能被容忍 這個是學生自治事項 要跟他們討論說 怎麼樣可以避免這樣的事 第一時間就是通報信評 等於說信評會會先決定說 他是不是成案跟是不是調查 雖然這兩名候選人已經致歉 強調對待特定族群 沒有惡意 不過如果信評會成案 調查屬實 懲處罪親身戒 最重勒令退學 前臺大經濟系 兼任教授張榮峰認為 學生會是自治團體 對爭取擔任政部會長的候選人證件 應該要有規範 學生會是服務同學嘛 那你講那些 懷疑他是真的想要選嗎 還是他只是搞笑而已 他們應該要有一個內部的規律 講這些跟服務學生沒有關 就不應該看出來 任何歧視的語言跟主張 都不是我們在教育上所樂見 如果因為有特殊的目的 而以歧視的方式作為訴求或主張 這些都不是這個社會所能接受 教育部長潘文中強調 會請學校瞭解 給予輔導 國家人權委員會表示 近兩年大學校園活動 或學生選舉 多次出現歧視貶義 或羞辱特定群體的言行 產生敵意環境 傷害壓迫特定群體 呼籲政府加速制定平等法 強化與社會溝通性別平等 及人權價值 從制度面推動人權教育 記者陳嘉欣 謝正寧 台北報導